來到Part 10 製作及上載這條影片 是在本年11月17日 星期四的 先在這裏提醒大家 這裏有這麼多部份 每一條影片的架構是這樣的 前半部份會做一個本年2022的尖聲聲像回顧 回顧一下我一直有什麼尖聲語言說中 然後每一條影片的後半部份就是一個火星日間雙子座 接下來展望的預言 接下來對大家有的提點 我現在先做前半部份 今天我想去回顧的本年生長 是一些有關水、血液的疾病 怎樣去影響全球的人類 而最早最早的事例 我想先說到去去年2021年尾12月 當然跨年 一直到今年2022年頭 話說在西安就爆發一個鼠疫血液病 那個病的名字 又可以叫做流行性出血液 顧名思義 血液 我講過今個超級相餘年 就會有這些水或是血 因為血是我們人體最豐富的液體 總之會有這些液體的疾病 醫生就指出 原來這個血液病是怎樣傳播的 如果被老鼠咬到 或者吃了一些老鼠爬過的食物 或者喝過一些老鼠爬過的水 或者接觸到一些帶病老鼠的血液 尿液分辨等等 你就會染上血液 當然跟我說的 就是那些星象的能量 是完全地不謀而合 就是在這個超級相餘年 當然它會前一點 在2021年尾 但是它就是一直橫跨 在超級相餘年開始的時候 所以這個會是一個 我叫做最早的事例 然後好戲一浪接一浪 快到在今年的1月2月 我們就看回本港 很多屋苑都不斷爆發 污水檢測情陽性 就是COVID的病毒 在1、2月很多新聞 我純粹會找幾宗給大家 但是如果你們看回本年年頭的新聞 是很多屋苑都可以檢測到 接著受人人戰危 因為有些高官說 這裡要封 這裡要封 但是有些特權階層就不用封 OK 例如有什麼華富村 整條村都說他們的污水 是檢測到COVID是情陽性 OK 接著當然有一些特權階層 例如禮賓府 灣仔山頂 警總 這些有錢人家的地方 英美領事館 但是他們要不要去封 要去封 這件事 大家名顏人都知道 他們會有什麼特別的待遇 然後還有石劫尾 警察體育遊樂會 報街 基隆街 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 然後還有很多新聞 就說禮賓府 董建華語所 他們又說他們不用納入強檢 然後在社會上面也都掀起 某些討論 然後又有什麼 深水堡 諸如此類 然後又有高官說 你一發覺有這些污水 又要去封 搞到人人都很害怕 不過最後 有沒有說全部這些地方都封 好像沒有 我印象中好像沒有 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要搞到因為污水 就去封城封村 我印象中就沒有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 因為那棟是有人類去爆發 即是一些感染的個案 即是立即去封鬼他們 這些事情就是時候發生的 除了以上的大型群眾事件 或者叫做意外之後 原來還有 就是貫穿整個2022超級相遇年 都有很多不同的Single cases 足以反映 封城封預言是非常之正確的 今年真的有很多 和污水還有海鮮 記不記得我講過海鮮 我叫大家 哎呀今年盡量不要吃海鮮 壽司店那些都不要光顧 可能會搞到汁 刺身那些都不要吃 但是我都要誠實 因為會有很多這樣的病毒 果然早在1月27日 就有個44歲男子 吃了魚之後 就種雪卡毒 原來他買的魚 就是來自大圍的街市魚檔 之後就肚痛 然後就四肢麻痺 那時候我還有Miri Group 然後就立即有粉絲去報料 還有我記得在1月27日、28日那一陣子 在5天中我中了5種不同的沾聲預言 然後這個是其中一宗 那我也都繼續去講一些不同 都在今年裡面發生的事情 也都有粉絲報料 就說加拿大爆一個神經系統疾病 就會令到年輕患者出現癡呆的幻覺 原來那個 叫什麼 導病體 導原體 就是那個傳播媒介 就是一種海鮮體內 發現的毒素 然後就話說在尖沙咀 一個叫做燒烤糖的餐廳 有一位22歲的男子 吃河豚 即是雞泡魚的魚肝 蛤?吃雞泡魚肝也有事 吃完就發生四肢麻痺刺痛 很明顯就是種了雞泡魚毒 然後就去了伊利沙伯導求醫 那又是吃海鮮出事 然後我們有美國的紐約州等地 污水就驗出含小兒麻痺症病毒 污水也就是病毒那些 那就是 州長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 然後 有中國註冊的貨船 成員食物中毒 唉 慘啊 還有12個死亡個案 他們要洗到越南那時候 就求救 懷疑他們是因為吃了有毒的魚出事 又是種到嚇死人 不單止他們吃了有毒的海鮮 水產 魚 然後他們還要在船上工作的水手 你想想這個超級鮮魚的仙 就是種了很多個超級鮮魚的仙 然後有一個比較近期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在網上看過 特別是香港的網絡社會 這件事說真的 我不是說幸災樂禍 但是有一點好笑的 而網民也有些嘴唾 他們會看開開心 可以順便去試試試看 發生什麼事呢 就在今年十月 話說在墨西哥南部城市 有一家學校發生集體中毒 很多学生突然出现头痛、胃痛、癫痫的东西 然后就说他们在这个学校的食水里面 就被人添加了Cocaine 还有什么甲基安非他命的成分 总之都是一些毒品的东西 这个污水就是那个煤价 但是它现在变成污水 还有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 相遇就是跟迷幻、毒品很有关系 亦都所以为什么我预言说过 今年会有地方大麦合法化 当然最出名就是泰国有 还有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国家也是 不知哪个州 美国好像有个州也是合法化了 最近现在是November 17日 在早这半个月之内 话说拜登 美国总统 他好像释放一些监犯 总之跟大印象牵涉的监犯 就是释放他们出来 有些阴谋论就是说 大麻有关 然后大麻就是跟毒品 这些迷幻的东西有关 然后我们回来 我们现在墨西哥这个case 那就是毒品 这些迷幻的东西 就是被人加了入水里面 然后影响到身体健康 那最后呢 就当然不少得很近期 比如深水埗八田村的鼻椎病毒 鼻椎炭椎是否差不多 总之话说 雨水可以成为一个传播途径 然后不妨想一下 深水埗这个名字 都是有个水字的 OK 打风 暴雨之后就最高危 泥土 还有特别是一些湿的泥土 水这些要小心 那再再一次 全部东西呢 都是符合了我今年 为这个超级相遇年 去批下的一些占星语言 除此之外 另外引以示号 中了的占星语言 也都包括外滋病的爆发 那当然啦 你会说 全球现在很多人有外滋病 那当然知道 但是 是说它会诱发了 外滋病 无端端一个很大的outburst 无端端激增了 那个案例 话说在今年 我忘记了 哪月哪日 你们自己上网找回 就爆了一宗 很贱格 有三个大陆学生 留学日本 他们自己感染了HIV之后 就说无法控制性欲 但也有些人说 其实他们想报复社会 可能你知道 因为中国的思维 都是很首逸的 是吧 那他们是否想着 可能 顺便将这些 坏东西在日本那里 去散播 那话说 他们就去找那些 类似援交 或者去 找那些 女郎 召妓 那样 然后呢 他们还是 request 是 在无安全措施下 或者是发生性行为的 OK 然后呢 就爆了很多的外治 然后呢 我不知道 然后也有另一部分的新闻 就说 哇 其实全日本已经被梅毒集击了 所以当然是不同的东西 是不是 外治和梅毒是不同的 一个是AIDS 一个是Cyphilis 好 Anyways 又是这些 就是性病 和和我们人体的血液 和恶菌是有关的 是不是 就说 全国已经感染了 一万一千 不是 一万零 糟了 我不是很好吃的 其实我的日文 我是完全不懂日文的 那 我看回这里的图片 上面就写着 超过一万一千宗 但是下面就写 是不是那些日文汉字 一万一四一人 速报值 不知道 总之谁懂得看日文 自己看 但是总之那个点 就是 都是讲 就是这些性病 这些这样的行为 我通通在超级商业园的 那些预言都是讲过的 就是那个2022 预言part 2 of 5 椰菜脚封面那条片 是讲过的 有些刚刚讲过 negative的商业的问题 会发生 包括那些水的病毒 如果不是讲外来的菌 对应人 就是我们的心脏毛病 血管 中风 或者Ace 癌痣病 好了 好了 而最后的升上回股 就比较minor 但是 如果你可以说很minor 但是同时都可以说 啊 那么冷碗都中到 那 有粉丝很聪明 叫Waterbee 他经常看我youtube 是一个非常之热情热心热成的commentator 我相信你现在应该有看这条片 是不是 他就留意中了 在几百几千年前的一些股物 股息的东西 会浮面 因为干行 这个预言 我曾经一个 如果没有记错 是某一个塔尖暖林的星盘分析是讲过的 但是我已经忘记了是哪一辑的星盘分析 你们有兴趣自己找吧 还有大家可以看看这里的图 上面的朋友叫Summer1997 他都赞我 多谢他的称赞 准得太惊人 有时有这样看 特别是 这个预测到二一直 记到现在为止又中了 但是他最后打了我字 其实我笑了很久 他打了南无阿尔陀佛 是阿彌陀佛要有公子变 我不是说恥笑他 但我纯粹觉得这件事挺有趣的 好 大家真的可以看到 话说在 不是 其实 其实 今年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有很多单 大型的出土文物 不是很大型的 但是有一些 是很前所未见的出土文物 今年是进行了开彩的挖掘的 OK 例如这里的图 有什么三星堆出土 最大青铜神兽 造型罕见 从此 不是 造型罕见 此前从未出现 OK 就发生在今年的8月 也有些图片 对不对 但是同时 你们自己去Google 我这里没有图 也有些地方是水位下降 然后就导致那些估值 几百年的估值 终于是可以重见天日的 这件事你们自己去Google 新闻 这里的星象是小小 虽然是很 minor 但是我觉得也是比较有趣的 好 那我们这条部分 终于做完 星象预言回顾 来近我们就去马 看看这个火翼相指的一些 来近要吹嘴鼻胸的一些预言部分 好 那现在这条part 10的影片 前半部分 回顾完一些本年的星象 那我们去检视一下 究竟什么占星预言是中了 现在就去看看 未来将来火翼相指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我都说了 我去制作及上载这条片 是11月17日 星期四 原来就是今天开始 去到12月6日 基本上是半个月多些 这个会是火翼相指 通通那些 衰弱的意外 一个最高峰的黑暗时期 为什么呢 话说在这段时候 就是11月17日到12月6日 原来水星入了射手座 这个叫一个落陷的位置 那就是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现在火翼相指 火星这条人就在相指座那里搞搞阵 OK 但是呢 相指座的主人呢 就看不住这个来搞搞阵踩场的黑社会不法分子 为什么呢 他去了射手座 因为他现在就落陷在射手座 即是双子座这个主人呢 不止去了一个最远的地方 山高皇帝远 管不了自己地头那个搞搞阵的火星 而且这个主人呢 这个水星呢 在射手座呢 是不堪一击的 那就是呢 这个火星在相指座 火翼的 火星逆行在相指座 这个恶白火星呢 哇他无法无天了 没有人管得住他了 那所以这段时候呢 至到今天开始 至到12月6日 我以前所有说的那些火翼相指的麻烦东西呢 麻烦你们全部要打醒13分精神 打醒24分精神 除此之外 11月19日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那就是在礼拜六了 因为呢 这个礼拜六呢 火星就会四分 相余座里面的海黄星 那所以这个火箱子 四分海相余 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能量给大家 不过首先我也要讲一讲 那这个能量会继续多久呢 那当然就是由 今个礼拜六 19号开始啦 那由这一刻诞生呢 那你当这个能量呢 起码会继续两个多月啦 OK 好 那原来这个火海四分 一些比较不好的现象呢 一些比较不好的现象呢 就是说呢 会令到我们呢 更加是懒惰啦 因为对很多东西呢 都比较容易出一些恐惧 有畏守畏味 就令到我们呢 很多东西不敢大步向前做 那也都会是很多的一些船头 怕船尾怕鬼的现象 会去怀疑自己呀 会令到 就是会去 觉得 啊 其实我 真的怀疑自己啦 变得很 unsure OK 那这里是一个 不好的现象 但是呢 我不凡呢 讲一些好的现象 啦 还有呢 我来近呢 在那些 PART 11 12 我都会讲一些火液 那究竟有些什么好的现象 会给大家 等到大家 不要常常常这样害怕 哎呀火液走得很差 是啊 虽然我常常是讲一些很差的 去提点大家 但原来都有一些好的 那希望可以吃屎去鼓励一下大家 好了 玥桂正传 那这个火海四分 由今个星期六十九号开始 你当两个多月啦 两个半月 这样 OK 除了我剛剛講的懷疑自己的不好的能量 但同時會有什麼好的能量呢 原來我們是會特別沉醉於一些身心靈研究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以前對身心靈的東西是有一點興趣 但一直提不起勁去鑽研這些事情 原來深刻在這個時段 雖然我剛剛講過你們會很懶 做很多事情都為首為美 但對身心靈就很有信心 你們終於會滴起心肝去研習這些新年代的東西 還有在這個時段 你會變得非常有偵探頭腦很敏銳 對很多東西的直覺都很強 不過特別是對一些負面的事情 例如你說我對賣六合彩 我猜中哪個號碼 就比較不像是這些開心正面的東西 那什麼是負面的東西呢 我覺得這個人騙我的 我覺得我男朋友經常偷吃 我覺得他有什麼壞事做了對我不住 原來這個時候 會有一個很聰衛的直覺 會被你踢爆這些東西 尤其是因為加上一個冥王星的上位 天蠍和摩蠍的朋友都會特別有這些 詳情我們去到下一節的11節會再講 我們下一節再見 再見 再見